忍者之王本尊现身 闪光和索尼克迎战那位大人 哈喽大家我是金灵 本期我们接下来看 《异决伤人重制版》第245话 上回我们说到 闪光弗莱斯和索尼克 联手对战天人党 没过几回合 弗莱斯并不再和天人党嘻嘻哈哈 划作一道闪电 轻刻见面结束的战斗 但是竟显着没有那么简单 重伤倒地的佛斯还尚存一口气 他问起弗莱斯 为何不对他们下杀手 凭弗莱斯的能力 应该能做到让他们伸手益处 弗莱斯的回答是 我只是觉得 至少要让你们在临死前 得知忍者村的真相 接下来几分钟内 弗莱斯将神明仪式告知了众人 也包括索尼克 索尼克是大为战精 哈 你说神明 没错 忍村是为了创造出 那位大人一样的神明爪牙 而建立的试验场 剥夺孩子的人性 再将其残酷地磨练至极限 索尼克 你应该在地下见过了吧 借由那个方块选择 是否具备成为神明爪牙的资格 如若不合适 便要被没收 忍村民面上的暗杀者培养机构 不过是伪装而已 作为暗杀者成功毕业的你们这些伙色 跟那位大人相比 根本称不上什么精英 只是一群失败者罢了 还自身什么天人 真是愚蠢至极 即使被欺骗操纵也心甘情愿 自己的人生从头到尾被剥夺 还不行一行吗 弗莱斯的一番说辞 并没有得到地上忍者们的回应 只有索尼克不敢置信地确认到 这说的是真的吗 觉得难以置信 去把爆破找出来问问就知道了 那家伙意外得很好找呢 就在这时 地上的人者们 突然发出了哭哭哭的笑声 全都咧着嘴 露出诡异的笑容 无形中似乎有一股 不可描述之物正在凝固 弗莎斯突然开口道 你说我们的人生被剥夺了 你为什么不将其视作是奉献呢 只为了自己的人生就背叛村子 擅自抱有这种幻想而积攒了不满 妈 果然吊车尾的想法无法沟通呢 你要清楚 静止井中屡心被赋予的使命 才是我们忍者最终的归宿 不管侍奉的主人是谁 为其牺牲是唯一的选择 你们这俩忘了忍者本分的垃圾 只有成为我们天人 才是幸福之志 说话间 忍者们的脸色是越来越邪恶 在佛斯代表性的发言后 全都附合着 这便是幸福之志 不过意外的是 疾风和夜火并不在其中 反正是对此嗤之以逼 都是些没脑子的人 索尼克提议道 这些家伙已经无药可救了 杀了吧 花音刚落 地上的佛斯突然开始挣扎 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 其余人也开始疯狂挣扎 像是不受控制般地摆动着身子 佛斯大笑道 哈哈 是那位大人要出场了 弗莱斯两人显然一愣 佛斯继续说道 哈哈 你们马上就会意识到 被我们干掉是多么幸福的事 吞噬活人的血肉干脏后 那位大人会真正地复活 你们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了 主任 我们的血肉将奉献于你 随着花音落下 正宁的五官就炸开了花 挤到血柱子喷涌而出 接着是躯体 内脏和血肉全都从体内喷涌而出 这令人作呕的一幕 让两人都是瞪大了眼 还没完呢 能喷涌而出的血肉汇聚在板空中 逐渐形成了一块巨大的肉球 再然后 由外向内地涌入中间的一颗黑洞 转眼间竟出现到人影 正张着大嘴 吸收着血肉 倡议完全部血肉后 在半空翻身落地 从血肉中出现的身影 背后背着两柄键 正是众人口中的忍者之王 那位大人 好了 到这里就是一拳超人重制版 第245块的全部牛了 期待已久的那位大人 终于震身登场了 果然如爆破所言 忍亡已经成为了怪人 不管是那邪恶的样貌 还是异教徒般的霸气登场 都无愧于忍者之王的逼格 不过意料之外的是 原本以为忍亡会出现在奇遇一边 像原作版一样被奇遇给拿下 但孙天老师 似乎要给忍亡一个表现的机会 展示一手传说级的人术 和那背后的妖刀 想象还是挺令人好奇的 不过还是要吐槽一下 孙天老师最近真是忙晕头了 月军十来夜 看得是真不过瘾 不过好在万老师又开始稳不更新了 原作版的剧情再次引来高潮 等不及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奇遇主页 找到原作版的解说哦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奇遇 那我们下期见